我搶麥克風去教大家都只要問趙康就好 趙先生我先問你第一個問題 聽說你要選總統是嗎 好 因為你要選總統你要有一個資格 我先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電費在全亞洲排名倒數第三 最便宜的第一名是中國大陸 可是它是全國平均 第二名是馬來西亞人家是天然氣的生產國 台灣的電費到你家去 它幫你收電費在你家交各種東西 還幫你收蒜米的上個鈴刀 當然兩塊八塊三塊錢大概是這個錢 所以它才會說我除了你不讓我發核能 我就只好燒煤炭 因為只有這兩個能源是一塊錢以下 其他的都是高於三塊錢以上 那我們從1993年政府就想要講電價 然後那些總統就怕立委選輸 縣長選輸總統選輸就一路延遲下來 請教趙康先生 請問你做總統會有差別嗎 我當個總統再說 我現在想問一下 如果鄧大哥他要選總統的話 對 您會幫忙嗎 喔不會不會 因為你看我剛剛就在嗆睡他 他們立刻就不回答 好這個還有哪一位 來 來請 我問了陳宇秀他說他對這件事情一無所知 你聽得懂我意思了吧 OK 就是翁廣董事長 他一剛開始說他更不知道 他嚇一跳 後來他講了一些情況 反正請看最後的答案 不好意思剛剛那個再追問一下 我會幫忙那有沒有可能是趙晨沛 總統的話 不不不 審父兄都是我要的是我跟他 就會顯得他太老 謝謝 趙不趙晨沛是我決定不是他決定 所以他的意見聽聽就好這樣 您的咧 現在沒想還沒想這個問題啦 真的 當然他是很好的候選人 我不是啦 是是是他是很候選人 陳趙沛也可以了這樣 還有 之前董事長你有說過去想要去新疆看看 那當時那個陳主持人是不是有跟他說 去新疆回來可能會被砍頭 可以幫我還原一下當時的那個說法 當時新疆 因為當時的那個 那個新疆的那個恐怖分子 在很多地方不是造成很多的這個 這個爆炸什麼東西之類的吧 那我要去新疆 那旅行社呢 當時是皇家國際 溫總就跟我講 我們不給你辦 那去那邊很危險 我們今天有開玩笑所有人去 小新疆頭被砍下來就是這樣 開個玩笑 事實上真的很嚴我騙你 我們後來沒有去新疆 我們去酒在溝 去酒在溝 那就是很多主持人 我們的主持人去 唐蕭農帶他的兒子 很多年 十幾年以前 唐蕭農 他怎麼知道啊 我講的 那這個 唐蕭農 新疆先來啊 他不是講你的口還講我的 你知道嗎 我們把我們頭都長 那個 唐蕭農的兒子那時候就小學 沒有帶身分證 到了機場居然不能搭飛機 我不准他去 我還原一下 那是2009年七五暴動 不是現在 2009年當時七五暴動 整個維吾爾跟漢人衝突最嚴重 那我跟趙小新講話 他去新疆我就講這樣 他去蒙古我就說 你太老不能騎嘛 他去哪裡我都給他唱 所以你搞清楚不是 我不是在討論西疆議題 我只是討論趙少康 去游玩我對他嫉妒的問題 這樣對吧 好吧 那 然後 最後呢 當然勉強他上飛機 是 或者 這個 找了很多人 為什麼他連小學生都擔心 你是不是恐怖分子 我們到了四川 那個機場都是河強死蛋 對 那時候怕那個 怕到這個地步 所以當時情況的確是這樣 那不是現在 不要搞錯 不是現在 跟現在五官 混在現在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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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爭議裡面 其實不是 是那個時候 我想請大家 日前您在這個臉書上 就是有點名 就是人家做深蹲的教學影片 那 有人說獨漏這個 連順文副同志長說 是不是兩位有心結 那再來 第二題是想請教這個 好前市長 是不是今天來出席這個 而做談會是支持 這個趙先生出來的神聚 謝謝 我跟你講那個深蹲 深蹲是楊智良發起的 因為他認為大家身體要好 所以要鼓勵深蹲 那剛好呢 我平常就深蹲 我大概可以深蹲 多到我可以深蹲50下 那當然是練很多年的了 那楊智良就找了藍軒 他就仿那個冰桶運動 沒跟指定三個人 楊智良找了藍軒 藍軒找了我 那叫我再找三個人 我那天就蹲了嘛 蹲了以後呢找三個人 那我只能找三個啊 我如果能夠有多一點 我就會多點幾個人 我只能找三個人嘛 那我就想說這三個人 我點了江啟臣 因為是現在的國民黨主席嘛 朱立倫因為很想選嘛 韓國瑜是有機會選嘛 韓國瑜很可能選嘛 我就點這三個人 那不是也沒什麼 我沒有任何意見啊 然後記者就去問連勝 我為什麼不點你 我為什麼不點我 連勝文就說他大概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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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勝文就說他大概很好啊 我點女人沒有 沒有女人現在要選 好點陳文謙嘉英文 因為我現在沒有女生 女生要選國民黨主席 我只是這樣 我真的不是故意 我就是我腦筋是在想 剛才是現任黨主席嘛 朱立倫不是最近很積極嗎 然後韓國瑜是 我不選他有可能選嘛 所以我就點了他們 大概是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對連勝文如果真的 這個我沒注意到很抱歉 我沒有完全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 不是 那哪位先生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邵康兄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啊 所以我對他的能力 以及對他對於政治判斷 我是非常有信心也很佩服啊 可是今天我們在這裡主要是 我們都對環境關心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希望喚起所有民眾 對於台灣這個空氣污染的重視 甚至於健康的重視 所以我們開著環保的論壇 那今天在場 也都是環保的這個領域的專業人才 包括博焰是前任環保署長 林宇凱是原來的公衛的博士跟教授 那文獻是空氣污染的受害者 我們一起在這裡提醒大家的 呵呵呵呵 我講的是事實啊 文獻不是嗎 你自己搞什麼 呵呵 比如說我們 尤其就是剛才 我相信從這個角度看 我比趙康先生 注意到要尊重女性 所以我就會請了女性 來參加這樣一個論壇 呵呵呵 我都沒了 你不去看我都沒了 同位 你來了就有了 女性票了 好 還有哪一位 來請 那其實叫他趙先生 就是那個 陳副雄今天早上說 看衰女學2024 然後可能會不到13%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中常委 因為您有要到中堂會去 這個做交流 然後中堂會說不希望公開 因為他覺得兄弟戲場不好看 神不喜歡講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要問他 那 我神是不能講話 聽聽就好了啦 正常會怎樣 不會 哪有兄弟戲場 沒有 不會不會 那個 先有地公 沒有兄弟戲場 那個中堂會中堂會 就是 不認識 然後 呃 我覺得 既然要我去 我也 恭敬不如同命 去了 那就公開嘛 公開 而且這個 洪素素當黨主席的時候 洪素素當他的 中堂會都是公開的 全程公開的 我想要是說在 媒體朋友應該也知道啦 因為也有記者提醒我 黃素素對我公開 我說是喔 黃素素 那 好市長剛剛也提醒我 黃素素當 當黨主席 他所有的中堂會的開會 是都公開的 我覺得應該公開嘛 公開是蠻好的 大家知道 這個中堂會的進行到底做什麼 所以我還是希望他能公開的 不會吵架的 什麼吵架 我不是去踢館的 我去是客人 也會遵守 遵守客人的禮貌嘛 就是 客誰主便 我會遵守 我不會去 我不跟他們吵架的 不會跟他們吵架的 他們不要怕了 真的不要 不要擔心 我覺得國民黨中堂會 應該移到林口發電廠 才不會轉移焦點 對不對 大家同呼吸 你們兄弟 好 那個 因為剛剛我的這個 同仁提醒我 那天那個 冰桶 不是冰桶 那個深蹲 除了偷了那張照片 有一個影片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影片 他們因為 他們知道我從正面蹲 從側面蹲 我就蹲了蹲了蹲了 不知不覺 他們說我蹲了十九下 那 那邊有提到人生的名字 有 其實是照 是那個影片 拍影片過程 所以並沒有忽略它 可以 看看那個影片裡面是有的 那你第三個問題 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 不會兄弟氣場 不會 真的真的 一定兄有弟公 真的